大家好,我是阿川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裝這些曲通 通常這些曲通都是用來掛浴簾用的 雖然大家可能現在比較喜歡用浴瓶 但是有時候有些浴室可能洗澡位太小 還有浴簾有一個好處就是浴簾的玻璃 你可能用得一兩個星期,你不理會它 積了那些水積在那裡,就會看起來好像很噁心 而浴簾,你只要用得覺得髒乾淨 丟掉它換一塊,就很簡單的事 基本上有一條通,一條通買回來 以這條為例,就是6吋乘32吋 你要自己買回來再裁剪它 再找磨機割合尺寸 外面又不會跟你割 而這條東西,我在旺角的浩南買 一塊水也不用 但如果你在屋邨地方 可能會收到兩塊水也不站 不過出去買這支東西,又很難拿回家 這個你自己決定了 接下來怎樣拿尺寸呢 我喜歡拿一個薄的鐘 譬如這個薄鐘是34吋半 我一邊割34吋半 另一邊割31吋半 就割31吋半 你可以拿中間或是拿邊的 我個人就喜歡拿中間的位置 對了,畫好位就可以割它了 正常呢,就用磨機把揉它 但由於它這些弄得做曲的 它基本上都是薄的 你可以嘗試用水喉剪刀去割它 當然,有磨機可以用磨機快靈正的 因為你用割刀割也是挺辛苦的 剛才頂緊一點,走一個圈 等它有一個印在上面 先把它割一下 然後可能轉兩三個圈 開始順順的時候 就收緊一圈 然後呢,現在開始緊手了 因為這條桶已經被我這樣捏到 它已經有一點點不是圓形 所以它就開始很容易走位了 所以可能集中在一個位置 讓它有一個缺口 因為我現在這樣頂緊它 這條桶會一直被我捏到 它變成橢圓形 所以轉得是不順順的 那邊呢,我已經割開了 所以我要把把刀的位置固定在另一個位置 割開另一邊去 用了多久呢? 加入中磨機,30秒就完成了 現在這樣搓後搓後搓後 搓了兩份椅子 對了,接著就是錄位轉孔 這個我怎麼錄的呢? 我下面量度上去,就1.9左右 因為肉鏈呢,通常都是2米左右 讓它放一點點落地下 接著呢,就看著 就是我1.9,這個30尺寸門 拿到中心鏈先 接著拍下去,只要轉 就是這樣 另一邊也是這樣搓 然後呢,就複雜一下 鑽鑽的方法 首先,暈石鑽嘴 一枝電劈 以及這樣 一杯水 首先,手背觸著鑽 這個手掌緊的電劈 斜斜地 對,先磨了半月形 在這裡 然後慢慢垂直 轉了一個印出來 總之之後 接著就保持濕水轉一下 轉到沒有太多水,又縮一濕 看見這個相傳出來的 是好像那些泥泥 可以改变第二个孔 通常一支这些转序,转两至三个左右 就要换一支 因为转完三个孔左右 你已经做不到这一下起手的动作 因为表面那些金刚砂 转成什么砂都好 就已经磨到没什么了 一旦没什么浪费 转了就很容易到处走 一到处走开花 就卖身也不行了 转好孔 转好孔 接着可以收一条孔 首先先穿两个法兰过去 接着放进去 适当一口螺丝先收它 原来这部机拍一下 没有位置都不知道 总之接着的过程就是 两边各自收一口 先 跟着掉了 然后它不跌下来 就收到旁边的两口 这边就收了一口 接着两口还没收 就是这样 接着基本上大功高成 但是这些曲通 基本上有个救病 就是因为收了两边之后 这边好像不太实正 接着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方法 令它实正一点 首先脱了旁边的口螺丝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我帮一家分纱店 安装这些通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的 因为你安装分纱店 那些地方 衣服很重 其实 如果是靠旁边 迫着这口螺丝 是不够力的 支通会堵得很厉害 所以他们的要求 就是要用一个一分洞 用支通的旁边 转穿一条通 再用一口螺丝 将支通 加上阁 一起收通 这样 由于是贯穿了的关系 手感就会实正一点